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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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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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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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既然我们看电影 革命年代看电影 什么南征北战 地楼雷战 地道战 只要那些反面人物一出现 哇 全场就轰动 大家就觉得 像南征北战 张军战 这个出现 我们就觉得 哇 这个形象是非常非常生动 就像坤姐的那个角色 当然大家会说 那是非常次要的 但是在《青春之歌》当中 我觉得它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看一看 我这个书里面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也比较充分 所以花了很多的篇幅 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也是试图重新去读解 这一部经典的 红色经典的作品 那么里边的 我特别分析的 像林道静和余永泽的那种关系 在陆家川 还有江华 是吧 这几个南论之间所构成的关系 那么余永泽 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中文系的才子 中文系 那么 卢家川呢 也在北大中文系读书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那个年代 北大中文系的男生 还是很有市场的 还是很有市场的 那么 但是大家注意到 余永泽呢 他是一个老夫子 搞古典文学 是吧 然后呢 谈的东西都是非常的 成就 和那个革命的年代 缺乏一种时代感 然后同时呢 写这个余永泽呢 是穿着这个长衫 是吧 瘦瘦的 是吧 只会在家里 这个 家几本书 看着古书 这个没有什么生气 但是这个卢家川 是吧 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是吧 高大 健壮 是吧 非常帅 所以一谈起来 就是这个国内 国际的革命形式 是吧 一谈起来 就是轰轰烈烈的 活着的世界 那么大家看一看 其实这 这种关系 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关系 是吧 是一个年轻人的 这个爱情的关系 一种在爱情的 一种选择当中 这个卢家川 他是以一个身体 的形象 进入他的视野 是吧 这个身体 在用革命思想 来武装了一下 这个身体就更有魅力了 是吧 就像现在这个 就像现在一样 是吧 穿着皮尔卡丹的西服 是吧 然后打着这个 金尼莱的领带 是吧 那在手上拿个 诺基亚的手机 是吧 然后这个 在这个耳朵上 在别的什么 这个 什么MP3 是吧 那就很帅 是不是 这样就很能够 吸引 吸引这个女生 那么另一个 你如果说 穿着这个 土布衫 是吧 那么穿着这种 什么安踏啊 什么这种运动鞋 是吧 然后这个就没有吸引能力了 是吧 他是这种 其实 这种在我们的经验中 当然不具有这种可比理性 我这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 小说你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在 描写这样一个 一个三角关系的时候 卢家川的形象 如何压抑了 余永德的形象的时候 他在很大的程度上 并不能单纯的借助 卢家川宣扬的革命道理 是吧 他很大程度上借用了 卢家川多么帅 多么高大 眼睛闪闪发亮 他一说话 然后他们的双目对峙 你想象一下 那些小说中的领导 今天就二十岁 是吧 那么卢家川也是二十出头 那青年男女 是吧 那么帅 所以他这样一个 青年人的吸引 在这里 是和革命的吸引 在互相置换 是吧 革命的道理 借助了青年的形象和身体 然后呢 青年的形象呢 伪装成革命的一种 道理和真理 是不是 在这里起作用 然后呢 后来又出现一个江华 是吧 江华也是一个 非常富有这种革命道理的 但是他参加过很多的经历 有很多丰富的革命斗争的实践 是吧 那么其实这样一个经验 在我们今天也可以 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当中 会得到得到理解 就江华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男人 对青年女性来说 有些这个有经验的男人 她也很有美丽 很有心理 是不是 这个觉得他们背后充满了神秘感 充满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丰富的这种约理 所以他 我注意到小说中有两个细节 这个卢家川 那个林道静 卢家川和江华都提出 要在林道静的家里过夜 就在他家里住下来 是吧 当然在革命的年代 是不是住下来就很随便 在今天来说 一个男的提出 要在一个女的宿舍里面住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吧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当然不可同路而言 但是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在你家里住下来 是吧 而且他就说这个余泳泽表现出非常不高兴 很狭隘 那么同时说 如果说你要暴露了他 他就如何如何如何等等 就是和他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气愤等等 你看他这里都是因为他处于革命的 一种对革命的想法 保护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共产党人 是吧 对革命的同情和准备走上革命的道路 但实际上在这里 你发现他小时候的叙述始终 是在三角关系中 男女的三角关系中来推动的 依靠的是这个 依靠的是这个 你说是一种对革命想法的那种理想化 理想 那种革命的乐情 革命的一种 一种 一种理念 其实在那里只是一个背景 只是一个借口 只是一个托词了 而在这里 你发现他们是三角的这种关系如何来改变 如何来改变 是吧 那么后来这个江华更没有道理 江华跑到他教书小学去 说要在他那里住一两个礼拜 是吧 说是说一两个礼拜 那也可能住一两个月了 而且让他告诉外界说 是他是表哥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表哥在民间的那个年代 表哥都是 男朋友都叫做表哥 是吧 我说表哥 你们还小 就我们这一辈的很多那种女朋友都是表哥表妹 这个 红楼梦不就是这个表哥表妹吗 是吧 他就是可以 后来才 后来才才才才 婚姻法才规定 必须五代以外才行 是吧 过去是没有的 而且他说叫他 跟他的学校的同志说 是他的表哥 他为什么不叫堂哥 堂哥就不行 堂哥就不行 堂哥就不能发生失智性的关系了 是吧 他说表哥就还是有机可乘 所以这里边你发现 就是说 当然江华不断地用革命 让他鼓动他参加革命 也用革命的道理来教育他 那么到和江华的关系那里 他的革命已经非常明确了 但是我依然会看到 就是说 这部作品 他写得那么生动和细腻的 恰恰都是这种男女的 一种感情的 微妙的那种关系 他恰恰是在 这个林道静 和于永泽 反目 是吧 然后投向这个 对卢家川的好感 包括后来 对江华的那种崇敬 他都是 被写成是对革命的一种向往 是吧 对革命理念的一种 一种认同 但是实际上呢 这里边是有大量的 那种青年女性的复杂的那种情感 和心理的一种揭示 是不是 小说 很大程度上 依赖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 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冠冕堂皇的 关于走上革命的道路 接受革命的教育 参加革命的运动 是吧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 它来展开 所以这部小说 在当时之所以成功 它是写了 非常复杂的 把一个青年女性的那种心理 内心揭示的如此的充分和丰富 那么 当然大家对比一下 丁尼写的沙菲女士的日记 那一个怪力的怪当的 是吧 怪力的那样一种女性 沙菲女士 和林道静 这样一个青年女性 当然是不可同路而语 是吧 那是一个腿肺的 得了肺病的 那么怪力的 怪当的 小自然这些的女性 林道静是一个 逐步的 接受了革命的道理的 这样一个 小自然这些知识分子 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是吧 但是我们会看到 杨默的描写 确实它更健康 更阳光 是吧 更明媚 但是它不管如何 它对青年女性的 这样一个心理描写 是依赖 它和几个男性的那种关系 来展开的 是吧 它依托的是这个 所以大家 读这样一个 一种革命小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内在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 还是非常丰富 和非常复杂 所以我里边的这样一个 重新的一种解读 和这样一个清理 大家可以在书上看一看 我就不多谈了 那么关于高云兰的 《小城春秋》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也可以看到 那个年代 对于一种 小自然界知 分子如何投身革命的 那样一种解释 我依然认为了 它是再次唤醒了 读者对五四启蒙文学的一种记忆 这些记忆都是 都是潜意识中来进行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 五六十年代 就是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 就完全被政治压迫了 那么崔维提到 这个谢芳在五十年代 他还每个礼拜去做礼拜 我觉得 当然后来到了六十年代 以后就完全被禁止了 文化大革命 当然破四旧 那完全被摧毁了 但是在五十年代 他还是有那样一种 有一些那种文化的 遗留向来的东西 那么还有欧阳山的三家项 三家项 我觉得 大家要注意到 是我反复强调的 就是革命文学叙事 对家庭伦理的那种建构 所以可以看到 三家项既有从 那么阶级观念出发 来建构人物的一种关系 但是呢 他同时又很难抹去 传统的 人伦亲人关系 大家看到这个 《青春之歌》 他依赖的是几个男女 是吧 于永泽 卢家穿江华 然后来揭示 林道静的这种 复杂的心理的一种变化 三家项呢 他依赖亲友关系 那么这三家人 是吧 这个铁匠周家 买办成家 以及官僚地主 何家 他们三家人 住在这个三家项的 活动里面 他们本来都是平民 生活都很困难 邻里关系的 非常和睦 后来这个两家发达了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 小说的力度去 把它进行一个 阶级的重新的解释 出现了一种 阶级的差异了 但是呢 这三家人在早期的 家族交往中 接下来的亲缘关系 周家和陈家 先是连静 后又接成亲家 陈家和何家 后来又成为亲家 虽然说远亲不如近邻 但是他们的亲戚 其实又是近亲 又是近邻 所以大家看到 作者是在 这种叙述过程中 又是以情爱和英属关系 将三个家庭 加以捆绑 所以在增加故事的 复杂性的同时 也在互动关系中 展现革命的 诱因和先天性 但是呢 这些亲缘关系 并没有使他们 处于阶级平等的地位 而是处在 阶级分化的深刻矛盾当中 所以小说力度去写 本来是这样一种 贫富的一种差距 但是现在变成一种 阶级的矛盾 就是这部小说中 我们要去看到的是 革命文学中 纯粹的阶级斗争 从革命的斗争史中 回溯到了革命的史前史 它要透视出 革命史前史中存在的 现代中国的人伦关系 就这些本来都是 亲友邻里 最后发生阶级分化 然后有了阶级斗争 然后成为敌对的阶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